殿下 萧将军回朝了 可陆少将他 率先锋 追敌数千余力 惨遭埋伏 哭战七日 立即而亡 只带回了这个 既王妃节哀 胡说 节报上根本就没这么写 殿下 据萧将军所言 陆少将本有机会脱困 可秦将军的援军迟迟不发 才害了陆少将 之所以不报此事 是担心惠军心大乱 云儿一定不辜负姐姐今日所说 我不打胜仗 我绝不回来 太医 如何 回殿下 王妃这是结代卖病者 加之 加之情至于结已久 今日又受了如此大的刺激 老夫 今天恐怕也是回天乏术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有血身 不过去年宫里就已经用暗了 血身去哪里攒 我去找 听闻石秀山出现了血身 你把血身那样子画出来 我去攒 血身洗阴洗潮 生长在背阴的悬崖峭壁上 殿下若去 无暗 快去画 是 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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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啊 啊 啊 去啊 啊 啊 军支援前锋部队 致使前锋军全军覆没 证据劝凿 人证物证皆在 还请皇上 还枉死的将士们 一个公道 父皇明鉴 儿臣冤枉 舅父 一定是让人献 回来的将士 带回来的明明就是 秦将军亲笔印信 何来献害一说 穆灵 你好大的胆子呀 儿臣真的是冤枉的 这一定是由人栽赃儿臣 秦将军 既是翼王的旧父 如果翼王说对此一无所知 实在是难以信服 这 是我从陆将军的营帐中找到的 陆少将 掌握了翼王刻扣军衔 私吞军营的证据 这才是翼王 还有秦将军九步出兵 任其腹背受敌的真正原因 这可是一整支的军队呀 你身为皇子 把将士们的性命视作草芥 克扣军饷你贪得午宴 简直无法无天 四皇 四皇名杀 四皇 放肆 证据确凿 何必狡辩 是你 是你 一定是你陷害我 像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 你拿什么好保证啊 你只赔用尽准下缩的手段 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争 今日之事 我也是一无所知 现如今你当二嫂 因丧帝之痛昏厥 至今未行 你怎么好意思把脏水泼到我好的身上来了 你 父皇 父皇 传阵旨意 撤掉牧林亲王之位 犹禁翊王府思过 无诏 永不可踏出翊王府半步 父皇 请陛下 三思啊 父皇 婶儿啊 你认识 老爷混合 何愧无知 殿下不要胡言 你给我闭嘴 这不是这件事 我才是名胜严肆的太子人选 你逗我 这大汗的江山 哪倒要交给像他这样无根系 无谋处之人吗 来人哪 来人哪 谁敢逗我 谁敢逗我 我才是太子人选 谁敢逗我 放开我 放开 我才应该是太子 放开我 逗 放开 我们才应该是太子 放开我 据开你 我 проф 皇 父皇 来人 传江太义 庆王 您有什么要说的 儿臣有一事求母后帮忙 起来说 母后 儿臣的亲生母亲 身份低位 而且过世的早 儿臣在这若大的皇宫里面长大 受够了冷漠和白眼 还好有母后您 抚养儿臣长大 川儿和你 非我所生 你们各自生母 又都分别离开人世 而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早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我也知道 这些年 你一直都想争取太子之位 如今 这个牧林已经被撤去亲王的位子 待你父皇身体好一些的时候 我会再找时机 劝说他 造立太子之位 母后啊 其实儿臣想过了 父皇这次病得突然 对秦将军并没有制裁 还有那个牧林 虽然被夺取了亲王身份 但是 朝中势力仍在 如果哪天父皇醒了 被贵妃去这耳边风 想必 牧林的好日子 就要到了 就有翻身之日 说吧 你想怎么办 太子 这 了 感谢观看